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要去看一個非常奇特的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要去看一個非常奇特的東西 也是老東西了 OK 我們先上我們的直升機 這個要到海上 就是坐船啊 不然就是直升機飛機的話 也可以到 沒關係 我們先走 我現在無聊就是把 GTA5全部的任務再破一次 那個其實GTA5任務 還蠻好玩的啦 所以我再去 給他破一次其實是不為過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單任務還蠻有趣的啊 對不對 只是一開始會比較 那些新手介紹那個 教學會比較麻煩而已 不過後面的任務就蠻好玩的 所以我現在地圖又呈現 沒有完全開放的狀態 因為我任務就把它破一次 OK 我們快到了 應該是快 喔 我看到了 可以看到 那個 海平面上有東西出現了對不對 我可以看到海平面上 遠方已經有 霧蒙裡面有出現 陰影了 快到了快到了 好 哇 帥爆了 來來來來 越來越清晰越來越近了 越來越近了 到了 應該有各位知道是什麼了吧 這就是我們GTA4的地圖 雖然他沒有全部做出來 因為之前 之前不是有個消息是說有人在左手進行GTA4跟GTA3的 整張地圖的製作要加進GTA5 那 做這個的不是同一個人 他只做了一部分的地圖 沒有全部的GTA4 所以 能做到這樣已經算不錯了 所以這個是非完整版應該算是 測試版那些的吧 所以說他只有一部分的GTA4地圖啦 OK 我們先想辦法找地方降落 他沒有把機場做出來是比較可惜啦 不然的話其實我本來打算要 那個 開那個 客機來降落在這邊的 好我們降落在北邊的地方 來來來我們降落在這個最北邊的地方 請體諒一下啊我就是喜歡看這種特殊鏡頭 尤其在開載具的時候 我就是超愛這種特殊鏡頭的 每個人習慣有所不同 我就是愛這樣子 好降落降落降落 慢慢降落這樣才逼真嘛對不對 對 好降落了 接下來呢就是要搞一輛車 喔你看你看 欸GTA4欸我們 瞬間回到GTA4 來帶著GTA5人物 你看那邊還可以看到GTA5的地圖 你看看GTA5的地圖跟 GTA4的地圖一小部分來 他的比例來比 我覺得GTA4應該整張地圖加起來的大小 應該還不到GTA5的一半 或是一半差不多吧 我不知道 我們先搞一輛車來 開 我們來搞 我昨天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昨天上傳到 那個 Facebook 粉絲團的照片 其中一台 這輛 然後 然後呢 要來改顏色 呃我看一下 在哪裡 Color Menu這邊 要改成藍色嘛對不對 藍色上那個FU啊 昨天有幾個觀眾有猜對 但是 有些觀眾只猜 呃只講 玩命關頭 但是沒有講玩命關頭幾 所以 我不確定你到底知不知道 是第幾集啊 呵呵 好走走走走 他這個很棒耶 他可以 真的是 就直接在上面開 完全是沒有問題 目前是道路沒有問題 但是 我不知道全部的建築物那些什麼是可不可以進去的 你看像這邊 就比較有像一個bug 就是 呃他有些建築物的內部是不能進去的 這個可以站嗎 應該 可以 喔 哈哈 喔好吧好吧 嘖 嘖 Shit 欸這要怎麼上去啊 我的車勒 真的看我的車漂浮在上面 這可以 等一下等一下 這樣也看不到地圖啊好吧 我們只能從 海岸上上去了 天啊 所以說他建築物大部分是不能進去 但是 主要的道路啊 或是什麼 呃 街道那些是可以 可以走的 你看這樣穿出來 說真的啦如果其實做到這樣這已經算不錯了 所以 呃 我不知道那個什麼啊 完整版的是不是有事 應該是還沒啦 之前 才聽說要做很久不是嗎 對 好 我們回來了 所以我們就不要再 呃 進去那個屋子裡面 就在外面參觀就好 我們去看一下我們的車子還在不在 其實說真的這樣還蠻好玩的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車子 應該還在吧 欸不見了我們車不見了 對 好那個就是Burger Shot 就是GTS的 最常見的 商店然後這邊是斷崖不要下去 OK 這空無一人欸這根本就空無一人 呵呵呵 欸真的超帥的 你看這個斷掉的捷運的那個橋在上面這樣 他地圖沒有是不是完全的啦 所以就 只好這樣子 那如果到時候等 就是完整版說不定會釋出我再來試試看 OK 聽說是 完整版是不是真的有那個啊 就是有 會不會有人 NPC在路上走那些 如果有的話真的是太棒了 欸我們要不要去那個 NICO家看一下 我記得NICO家是在 欸我GTS也是有玩過的 所以我知道NICO家在哪裡 對NICO家在這邊 右轉 左轉 好直走就到NICO家了 應該有做到這個地方 對啊一定有的啊 這邊Broker的地方都全部都做到 NICO我來了 欸你們家的大門 哇塞 有沒有看到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最經典GTS4停車可以儲存的地方 然後他們的大門 哇 這個千萬不要下去 再上來很麻煩的 真的 哈哈 然後我們去那個什麼 呃 FUNFARE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海灘那邊 就是他NICO跟第一個 跟第一個 第一次跟MISSEL去約會的地方 欸 是哪裡啊 等一下 喔這裡這裡這裡 看一下 喔這裡也可以上來欸 帥爆了 超屌超屌 來來來來 喔這個 呃這個我也不要進去 因為他下面有地板 我剛才已經被騙一次了 所以我不想再下去了 好我們看一下就好了 喔超帥 欸GTS 欸這個我們來調一下時間 這個應該有什麼差別吧 沒有欸 全都是 我以為是 這邊不會受影響 那天氣的話應該 對啊 天氣全都一樣 帥爆了 走走走走 還有去哪裡看 他都市的地方好像沒有做出來喔 我們去那個空曠的地方刷一台直升機出來 我們在空中看一下 Helicopter這邊 好 就是去各個地方看然後只要什麼有趣的地方我們在降落看一下就好了 你看這個這個樂園 全部都完整呈現出來 還有那個GTS的那個捷運的軌道 全都有做 他那個大樓的反光好像有點好亮喔 他是 做那個Niko家的那個郊區那一塊 對啊沒有城市 城市沒有做出來 嗯比較可惜一點 如果城市可以做出來的話真的是 太帥了 我們就等 希望那個之前說的那個消息有沒有 那個完整版的可以 可以釋出了 可以來裝有沒有 我們飛到那個橋的鏡頭看一下 哇靠 我以為橋不會 欸我嚇到了我嚇到欸真的我嚇到 我們剛才是墜機 現在我們用噴射機如何 這樣速度快多了 剛才霧那麼大的原因原來是天氣的問題 由於載入這個超級大張的地圖 我現在FPS變得超級低的 FPS現在只有50幾40幾而已 不過我還可以接受啦 接下來呢 我們要去哪邊晃 這應該有降落傘吧 我不知道有沒有降落傘 如果沒有的話又死掉很麻煩 會不會在其中一個街道降落 我忘記了這是紐約 紐約這個 密集 建築這麼密集的地方 哪來的地方可以降落 喔喔喔喔喔 快停停停停 嗨 我的技術太好了 好 我們一樣 再牽一台車出來 挖到橋上去 他橋上要怎麼去我其實有點忘記了 因為GTA4的地圖真的有一段時間沒有進來 他橋的話我記得是 喔對對對這邊這邊 欸可以上去嗎應該可以吧 不要跟我講橋也是 就是透明的都不能走 應該不太可能啦 剛才直升機就可以撞壞了 欸可以耶太好了 帥爆了這個 搭上這輛肌肉車 欸慢下來慢下來 我可不要再衝到海裡去 他這裡是刻意流到那個 可以讓我回轉的地方是嗎 我們把一輛車子 丟下去看看好不好 等一下等一下 他是會真的直接 欸真的欸真的欸 喔喔喔下車下車喔喔喔喔喔喔喔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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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做橋吧 那麼回到那個GTS的感覺 等下我們另外做橋看完應該就差不多了 我剛才在橋上超lag的 不知道為什麼 找到了另外一座橋就是這邊上來的 我的記憶性真的太好了 真的太棒了 之前還在玩LCPDFR的時候 GTS的地圖 當警察是摸得超熟超熟的 這個橋 這個橋對面通過去的話 如果是完整地圖的話 應該就是 那個...市中心 很像一個... 應該是那個警察... 欸欸欸欸 聽聽聽 喔靠 幹 我沒有注意已經到盡頭了 你看 欸這有沒有像那個啊 有沒有像那個 機械工底裡面那一段 那個橋斷掉的地方 好啦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這只是... 其實也... 也算是... 沒什麼就是... 呃... 帶各位看一下那個 GTA4的地圖 如果出現在 GTA5裡面會怎麼樣 好一樣老漢子 希望... 呃...各位會喜歡 這次這個... 就是當... GTA4地圖 出現在 GTA5裡面 會發生什麼事 哈哈 一樣老漢子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二讚 然後如果你是新來的觀眾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 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影片 那我們就下一張的... 呃... GTA5模組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會不會再次見到 我們會不會再次見到 我們會不會再次見到